1983年格林纳达发生政变 军队推翻了温和派的亲美政权 又占据美国大学,扣留美国学生 美国总统列根下令出兵格林纳达 推翻军人统治,恢复原文人政府的职能 其中有两个重要任务 就是营救八百多名美国学生 和营救英国驻格林纳达总督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美国著名的海炮特种部队 海炮特种部队凭着队员过人的勇气 和分练有数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1989年12月,美国政府派兵攻打巴拿马 企图推翻巴拿马独裁者洛联加 诺列加的军队和美军发生激烈战斗 美军的攻势受阻 美国国防部研判 必须先摧毁巴拿马共和部队的主力军艦 否则美国就很难攻下巴拿马 他们派遣海炮特种部队执行这项任务 海炮部队在行动过程当中遭遇横强的抵抗 最后以几名队员死亡作为代价将军队炸 特种部队作为军队里面一个特殊兵种 始创于移战期间 当时纳粹德国对英国本土不断地进行轟炸 1940年6月6日 英国首相邮吉尔下令对整个德国占领区 发动积极而有连续的反攻击 于是英国组建了一支由海军六战队的 精锐部队组成的特种部队 头戴绿色贝蕾帽 取名戈曼德 这支部队的任务 就是潜入德国占领区 打击或摧毁区内的战略目标 这支就是世界上第一支 独立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新领部队 戈曼德独特的作战方式 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军事专家关注 很快很多国家也陆续组建起自己的特种部队 除了英国戈曼德之外 专名的还有美国的海炮突击队 和三国洲部队 俄罗斯的亚尔法部队 以及以色列的野小子部队等等 台海如果发生战事 在大规模登陆战前 必然有特种部队深入渗透的破坏打击 两岸特种部队的战斗实力 到底是怎样 由于特种部队作战能力强 武器配备精良 又有海、陆、空、三棲的运载行动能力 所以在现代战争之中 通常都会被用作深入敌后偵察、弓箭 又或者是突击等难度极大的战术行动之中 解放军特种部队的前身 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的侦察班、售枪队 长征的时候 红军为了强盗大渡河 和强奪劳定桥而组成的敢死队 亦都可以说是解放军特种部队最早的初刑 但是解放军正式组建特种部队 就是在邓小平推动军队现代化之后 特别是在发生队员战争之后 据报道 战争初期 越南军队使用大量军人特工 襲击中国军队 造成了较大的伤亡 当时的越南特工 全部是曾经多次战胜 美国特种部队的高手 他们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一次 越军特工部队 襲击了中国一间野战医院 几百名伤员和医生被越军杀死 结果激怒了中国 中国亦派出特工军人报复 因而双方爆发了一场 极其残酷的特种战争 战后解放军的将领意识到 现代国际环境之下 战争多数会是软站的军事行动 同越南作战的经验表明 在进行这种战争的过程当中 大量的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可能无法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手 但是与此同时 敌人的小股分队 又会不断地进行 杂力骚扰行动 所以中国有必要 早前应付这种战事的部队 1988年 解放军广州军区出现了第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承担的就是特种作战任务 构成这支部队的基础是原先的军区偵察部队 这支快速反应部队不单只装备了新型武器 而且开始接受特殊的野外生存训练 武装酬斗 山岗和基岗训练 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 中国其他军区的侦察部队 也都改编为特种大队 同时海军和空军 也都分别将他们的陆战队和空降部队 按特种部队的要求进行改编和分裂 我们女一念一度的海量工作 今天正式开始了 大家都知道真怒作战 背水攻陷难度很大 今天要求我们要有真正的雅兴克兰奔链 把我们技术练军 提醒达到海上行动自由 我们是光荣不好的海军上的队员 雅兔的神圣的使命 会搞好下落海量 雅兴克兰的强力官兵 雅兴克兰 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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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集份的一个项目 就是接受抗高温训练 那么最压力带地区像我们单位任务是全方位的 因此我们暂时的体制不行的话什么也不行 因此每年海练 抗高温训练 肾训练也是一个主要内部 其标准就是我们在烈日下能够顶住烈日酷暑三到四个小时 没问题 狗子们累不累 不累 能不能顶住 是 顶住啊小伙子们 看小伙子们后背 吃掉皮子 你能阴拖了不是一次 两次 但是坚持顶住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独战队员特别能吃福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俗话讲啊 下东练三球 下练三伏 温训练队员就这么练出来 你看看 这一个个 他的脱皮晒了一幕 小伙子 能不能顶住 这掉了几层皮了 两层皮了 除了抗高温这类基本的体能训练之外 还有多项特种专业训练 就是按照特殊作战要求 加强在特殊条件之下 对特殊装备特种技术 和特种战术的训练 其中野外强生训练 当然是不可以缺少的 每天每人三两米 半瓷羹的热 对于进行超强度训练的年轻人而言 可以说是非常苛刻 不过只有这种破釜沉舟 有进无退的训练 才能令队员发挥极度的潜能智慧 在解放军的军与搜索里面 对特种作战有这样的定义 特种作战是为了达成特定目的的作战 包括集击敌手脑机关 重要军事设施和其他要害目标 以及为解救人质等进行的特种作战 我们今天的特主作战部队 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 将有担负高价值多维化多样化的特殊作战任务 它可能是在空中 地面和水下进行立体化的战场监视 和最敌情的监控 也可能是以渗透 超越 垂直机动等多种手段 驰骋千里夺战重要战略目标和特殊敌手脑机关 同时我们还可能以相对独立的方式 深入以后 侦测重要目标 配合我方高技术兵器 有效打击重要目标 此外 我们还可担忽打击恐怖活动 解救重要人质等其他极难显重的任务